郁振強紀念中學 一名十六歲學生昨天初步確診 並且在今日確診 郁振強紀念中學在家長信中表示 這名學生曾經在今個月二十二和二十三號 回到學校上課 學校已安排清潔公司今早去到學校 作全面深層消毒 並且需要停止面售課堂至到三月十一號 學生在三月十一號或之前不可以回到學校 至於三月十二號或以後的安排將稍後公佈 校方亦指衛生服務中心 暫時佳定學校沒有密切接觸者 沒有私生需要隔離和強制檢測 但中心建議由今個月二十一號至昨日 曾經進入學校的人士 在今個月二十六號或之前 要進行新型冠狀病毒病檢測 校方亦提醒家長要留意子女的健康情況 如果又不舒服應該盡快求醫